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国风云,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欢迎订阅我频道,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谢谢。 今天评论一条体育新闻,在今天10月31日凌晨的一场UFC格斗赛中,熬夜观战期待中国选手李景亮在八角龙内表现的全迷最终还是失望了。 初战中量级的胡耀宗和四中量级的李景亮分别遭遇对手降服,遗憾告服。 李景亮本场比赛的对手是俄罗斯裔的瑞典选手齐马耶夫,此人虽然已经告别八角龙一年多,但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手。 去年7月16日,齐马耶夫才开始站上UFC的舞台,首战就再次回合降服对手,获得当晚比赛花红。 仅仅10天后,他又站上八角龙,首回合再次TKO对手,创造了UFC改制以后的最快连胜记录10天。 两个月后,齐马耶夫在格斗之夜18中首回合,仅用10亿秒就KO对手,创造UFC最快三连胜的同时,再次赢得比赛花红。 可以说,瑞典人在八角龙内的前几场比赛可谓一帆风顺,不过当他原本要在去年12月对手爱德华兹时,齐马耶夫却被检查出了新冠肺炎阳性。 这场比赛先是被改到了今年1月20日,随后又被改到了3月13日。 但在最终比赛日前,UFC主席白大拿宣布,齐马耶夫由于新冠肺炎后遗症的困扰,比赛被迫取消。 与此同时,齐马耶夫一度在媒体上宣布因为新冠肺炎的后遗症,他决定退出综合格斗这项运动。 但白大拿出面为其缓夹,表示齐马耶夫并没有退役,只是因为在一次高强度的训练中,肺部感到不适有些想不开而已。 8月底,UFC正式官宣了厄郎·坎扎特·齐马耶夫回归八角龙,他的对手就是目前排在次中量级第11的吸血魔李景亮。 作为目前自立最老,也是战绩最好的中国UFC选手,李景亮在过去的10场比赛中赢下了8场,击败了大卫·扎瓦达、埃利泽·乌桑托斯等多位强劲的对手,在竞争激烈的次中量级也打入了官方排名榜中。 今年1月,李景亮在对阵阿根廷名将彭兹尼比奥的比赛中上演了一记精彩的击倒,首回合终结了对手,赢下了自己在UFC最具韩金亮的一场胜利。 本场比赛如能取胜,李景亮有望冲击四中前十的排名。 赛前,双方在新闻发布会和称重仪式上大打口水战,齐马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未听说过李景亮的名字,打谁我都无所谓,我一定会在龙内终结那个家伙。 出生在新疆塔城的李景亮同样不示弱,知道齐马耶夫很饿,但我也想喝点血。 开场后,齐马耶夫迅速用暴摔放倒了李景亮,随后在龙边形成其成位的压制,不断用拳头和肘部攻击李景亮的头部,李多次试图挣脱对手在地面控制,均无法奏效。 随着第一回合时间的进行,李景亮在地面被消耗了过多的体能,对头部和脖子的保护出现漏洞,对方开始使出断头台和裸脚。 李景亮躲过了第一次,第二次还是被对手牢牢控制住,最终在首回合三分十六秒时,脚云李景亮,降服取胜。 高水平摔跤手的恐怖就在于,你明明知道他要用什么战术,但就是挡不住。 狼王齐马耶夫本次展现出超强实力,开局就发动暴摔,拿到把位后汉地拔松的核心力量堪称恐怖,紧接着在暴摔的过程中搭扣,再把李景亮压制在龙边,最后李景亮在龙边做防守,但敌不过狼王的力量,被拿背,然后齐马耶夫尝试裸脚,第一次成型了,但是被挣脱,马上转入另一侧的裸脚,成型。 李景亮被搅晕整个过程,李景亮一拳未出,全程在被暴摔,压制的过程中尝试起身,而且战术没有出现问题,无奈齐马耶夫力量太强。 33岁的李景亮在输掉这一战后,未来挑战次中量级前十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但我们必须给予杀子最高的敬意,正是因为他和张伟丽等人的坚持,中国拳迷才能够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综合格斗赛事中,看到自己人的比赛。 这种归属感和自豪感,是任何国外选手不能带来的。 加油李景亮,加油张伟丽,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我频道,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谢谢。